总裁我们股市大跌 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金融的稳定啊 你看他后来 他最后收盘是跌多少 告诉你 到前这些588.4 -3.57 彻夜钉盘手握每股资料 随时备战 药航总裁彭怀南全年无休 全球金融杂志平等再拿A级 正式晋升12A总裁 大家努力 大家精心努力 大家精心努力 必谈金融问题 央行却紧盯四大重点 外汇存底高 外币计价的外债少 经常账顺差 流动性充沛 就算股灾也不影响金融稳定 鸿怀南另一大任务 维持台币的动态稳定 24号台币收在32.96元 创下6年新低 25号升值8.1分 收在32.879元 对1美元终结连期扁 台币目前的价位算是强 大概会在32.5到34.9 这个期间做一些波动 台币走强 人民币却持续走贬 25号盘中最低6.417元 对1美元 贬幅高达0.19% 大陆内部研究跟预言 年底前将看到7元对1美元 2016年将续贬到8元价位 短期的话我想是在6.2跟6.6之间 长期的话我想它还会再升到6.4附近 亚币对美元涨跌互建 但会因主管强调 亚币贬值大战还没完 未来台币很难置身事外 东森曾经新闻 陈敏方梁丽 最后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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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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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